你有沒有試過做那些食物的模型 Yo 我波主 和問Muffin 今天我拿來了這盒東西 這盒東西是我之前媽媽去日本買回來的一份手信 它寫著是 就是平時出去吃的日式餐廳 玻璃架放著一些假的食物 就是Food Sample 注意 千萬不要放在我口裡 不能吃的 好 看看有什麼材料 有爆假的冰 但看起來好像真冰 綠色這一包 就是螢膠狀的蠟 有一包顏料 鏈得軟膠 而這一包好像大米的東西 其實是蠟 好像電視的東西 是車尼紙的釘 這兩包寫著是寒天 這張藝人來顯示著 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自己做 但這些全部都是不能吃的 還有一些Food Sample可以放在頭上 好 事不宜遲 立即學一下怎麼做 好 首先的做法就是拆了粉紅色膠 撕一塊是10克 另一塊應該是40克 好 接著我們要做 就是做個雪糕模型 首先壓到2cm厚 然後再彎曲出來 就可以用三隻手指刀下去 大致上這個雪糕的外形就完成了 雪糕的外形就完成了 好 現在我們要做就是做車尼紙 MUFFIN 揉完一塊圓形的車尼紙 我們就可以用牙籤 捉一個屁股給它 壓壓它 好了 做好了 你看 側面看起來很像車尼紙 你這麼用心 好啊 你一定在身上 你就是那腳尼紙 我們要做軟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紅色的蠟已經溶光了 好像血水那麼紅 倒轉旁天掉出來 哪一塊啫喱 歪了歪了歪了 歪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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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一個帽子 拿來 接著用鋼杖拆開一半 再合起來 再塞進去 這樣兩個帽子就搞定了 倒點藍色在帽子上 下去了下去了 倒在車梨子中間的洞裡 車梨子已經成型了 這個時候可以拆出來看看 表面還有很多摺痕和皺紋 我們先剪掉頭 最後把錠插進去 雪糕球的帽子出來了 好似扁出這個雪糕球 最後一步來 就是剛剛煮過的綠色型膠 先倒進杯子裡 下去吧車梨子哥 好了下了很多 我懷疑因為杯子實在太大 所以開始要加冰了 不然包東西就沒有了 先放這麼多冰 然後再加綠色的東西 但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開始冷卻的關係 這塊東西很難擠啊 好像變成一塊腸粉 腸粉 放雪糕 好像在沉下去 我做錯了一步 我應該等綠色的東西完結才放一塊雪糕 再加一些霜 上去 也是白色的蠟 感覺上就好像雪糕溶了一點 好 這就是 假梳打雪糕 有綠沉雪糕 但可以的 兩百多元 買到食物模型盒回來 我要多謝我媽 以後我就可以看著這杯 好想喝 好想吃雪糕 雪糕好像融體一樣 但我吃不到雪糕 因為這個雪糕 是硬滑滑的 好今集先拍到這裡 喜歡記得按讚和訂閱 可能下一次找到更有趣的 Food sample 再試試做 好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你想不想吃我這杯 Cream Soda 嘩 Muffin是想吃的 Muffin在我舔這杯 是 是 Ball Fist OK我就是食物的模型 是嗎 Muffin不要搓吧 Muffin不要咬我嘴